美苑毕业 非常正规的 从附中到美苑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 毕丽业的时候 开始真正的开始创作 但是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么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学校里本身就还挺活跃的 就从来没有想过 只有这种方式 就比如画画 画油画 这种方式来进行 它是唯一的方式 从开始就觉得 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方式 也不是你最终的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现在整个是一个全球化 大家各种文化都融合在一起 大家 其实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就是全世界各地东西都是一样的 大家越来越 其实没有什么特点 然后对于我来说 就对一个比如一个中国艺术家 或者一个这样来说 因为你从小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 你也一直在接受着 自己传统和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历史 自己所有的东西 你都有所了解 但是你真正怎么把它带到一个 就是当代的一个语境里 能够把你最好的 就是你本身最好的东西 能够通过什么来展现出来 这其实是 作为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或者是也是我认为 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古典的工作方式 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想好了一个东西 然后设计出来之后 就可以拿去生产了 而是说无论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都会在旁边一直看着它 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 就跟做个雕塑一样进行 无论做什么样的作品 都是这么进行的 首先是通过感知 我来获得获知很多东西 当你做成作品 你也不是在临摹这个现实世界 而是通过你的感觉 把感觉扔在你的作品当中 带给观众的也不是说 说出一个道理来 或者说出一个知识来 或者说出一个所谓的这种 能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 带给观众也是提出了 可能提出问题 但是观众一定是顺着感觉 这个感觉走 有两个作品 一个是一个绘画 是一个过去的作品 题目叫解放 来源于这张画上有很多的线 这个线既是一种 可控的技法 也是一个解放 就是说线条把所有的底下的图像 都解放了 还有一个作品的 好像现在题目叫五题 然后是个新作品 我们能够这么去想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带给观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然没有一个很多自我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 怎么说呢 也可以说是训练 也可以说是尝试 就是说 其实起初是一个立体的一个 就是一个立体的雕塑的形式进行的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轻的一个 非常轻如同材质以外 所有的东西都是脆弱轻薄以及廉价的一些材质进行的 你似乎能看到这个作品 这些轻薄的材质下面的 就是轻薄的材质下面的那个模块部分 就你能感觉到那个东西 其实是 但是在不断的推进 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需要不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变成一个 其实变成了一个平面的东西 对方说